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马的凯哥 视频每天更新 欢迎大家收看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本期视频三级联播 还请大家耐心看完 先看一下第一幅 这个牌可以发展一下碰碰壶的视野 做碰碰壶的话还缺一对 先打七桶表明态度 对置差不多够了 就不想去做门亲了 上家打八条直接启动 三家在做牌 不知道夏家屏不屏得牢啊 家和上家都像是在做颜色 对家的牌好像更吓人一点 碰个三万也挺好 打掉一万 用条子来找朋友 突然发现这个牌也有点不对劲 下家好像也没有打过条子 而且一直在打桶子 那说明下家也是有想法 这个牌重要的不是用哪一门来找朋友 重要的是要能找到朋友 来四条听牌了 挺好的 我先听牌也挺好的 他们三家有可能都被我锁定 四条自摸 自摸更开心 三个花 16分 加个昌影 22分 看一下第二副 这个牌 来三桶 就是一上张 来六万 那就提前分张打三条 下家把五万给碰了 这牌算是断我一币 来四条听牌 四万见一 那这个牌还是挺二五万 上家打两万点炮 三个花八分 加个昌影 十四分 看一下最后一副 同样是一个两上张的拍心 大花杠东风 东风没出来过 先留一下 防止上家两碰我 不好打的时候 更要问一点 而且这个牌 留东风 也可以往桶子上面去靠 如果东风抓对 到时可以考虑做一下 混一色 上家是个碰碰火 对家听牌 我是发现了 别人不听 我是听不起来 打个东风 老安全 对家打六条 点炮 四个花十分 加昌影 十五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